林飞凡选在彰化的岩氏牧场 迎娶美娇娘完成终身大事 现在外界关注锦丽的维安议题之外 其实他们小两口跟彰化是没有任何渊源的 但是又怎么会想要在这个岩氏牧场来办婚礼呢 也让这个地方跟着爆红 新娘子披上白纱 挽着父亲的手缓缓走过花瓣大道 接受亲友祝贺 新人护许终身 绿荫草皮举办户外婚礼十足 浪漫气氛 这场地就是林飞凡看中的岩氏牧场 在彰化八卦山139线到北侧 可以远眺张冰海岸 视野好悠闲氛围不输国外 三年前张化施工所拍微电影 男女主角甜蜜结婚的场景 也是在岩氏牧场 林飞凡小两口其实跟张化都没什么渊源 怎么会调中这里 市长邱建復归公式观光行销奏效 爱在张化这个微电影之后 大家觉得这个景点非常的漂亮 所以很多新人都选择这里 来办活动跟结婚 现在未婚礼准备嘛 这里最初是经营养猪畜牧业 1990年停业之后 园区里头红砖老旧租社 环绕着30年张束 始终都维持原始风貌 很有情调 让许多新人 强着在这里办户外婚礼 学运成员林飞凡婚事受瞩目 连带着让婚礼举行的场地爆红 引发讨论 明镜新闻李文华 张化报道